一貨進來的時候就扣掉了 那以後呢 這個廠商他就可以申請說 我下個月一起交 所以這是廠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有利的條件 那將來 但是因為美國他有考慮到說 我們這個可能需要去改一個電腦程式 也要改法規 所以呢 他給我們有三年的那個過渡期 那我們會盡速的演繹 然後盡速讓他可以上線 讓廠商可以享受到這一塊的方便 那當然你說廠商享受到 我都沒有關係啊 我在廠商都是消費者啊 沒有 我跟你講如果廠商在那邊消費 他的成本降低了 你真的 費用你也應該可以要求降低 這個是給大家一個資訊 如果他沒有降 找他們算帳 好 沒事 來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金額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然後再過來 我們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 這些法規會要求說 你一定要取得國外的 領事單位 尤其是外交單位認證 證明說你這件事情是真的 這樣的一個證明文件拿過來 我才會承認你給我的證明文件是真的 以後 我們都不可以要求了 但是如果是跟自然環境 或是都